这段视频拍摄于最近的日本移动初心展上 有点像科幻电影中出现的移动工具 这是由本田机器人公司推出的一款智能轮椅 名叫UNIWAN 这款轮椅不仅适合有身体残疾的人 也适合四肢健全的人使用 传统的轮椅需要双手去转动轮子使轮椅前进 而UNIWAN只需要控制上半身的力量 前倾或左右倾斜就可以控制轮椅运动 使用了本田独创的两驱万象轮系统 当使用者上车时 轮椅处于低位模式 当移动时就会变成高位模式 这样的好处是 使用者的视线可以和正常人接近于平行 这样在交流中就不会有不自然的感觉 由于解放了双手 使用者可以做更多的事 比如吃零食 打电话 喝水等 还有当一家人出去游玩时 老年人坐轮椅通常后面还需要一个人来推 使用UNIWAN则可以节省人力 还能减轻老年人的心理负担 官网给出的续航里程为8公里或2小时 最高时速6公里每小时 本田公司称 预计2025年推出这款轮椅 并不打算销售它 而是以每月800美元的价格对外租赁 关注新鲜社 收看更多有趣事物